可以給嗎? 他給了 那Amy給姊姊呢 給姊姊 他找我啊 謝謝 走,嗨咧 哈囉 Ama,跟他 嗨,早安 嗨 嗨 Ama,你不要擋到我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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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是 十二月 二十 不不不不,十二月十二號 禮拜六 那今天呢,也是我們Vlogmas的第一集 對不對? 啊,我們現在呢 要出門去舊金山 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我在舊金山的Nike 買了一些東西要去pick up 那,拿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去拿今天我們的午餐 今天我們中午吃什麼 啊 蛤 你在問我 對 今天中午吃螃蟹 我覺得心情不是很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晚上去做一件事情 是我 非常 不願意 但是呢 因為我非常愛我老婆 所以我還是決定陪他去做這件事情 並不代表 我想要做這件事情 關於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 可能要看明天的Vlog 才會知道 天明 真的 今天 翔哥 是 替你 今天 今天 他在 床的 我 力錢 感謝時章也是一起很努力的幫我剪片 然後幫我想說要拍些什麼東西 所以非常謝謝大家 然後之後呢會拍一系列的 就是關於10萬訂閱的影片 那大家敬請期待喔 那一定要收看喔 我們繼續往下個目標前進吧 下個目標是什麼 下個目標是50萬 剛才那家呢是我跟我老婆公認在舊金山最好吃的馬卡龍 而且甚至喔 我們覺得這家馬卡龍比我們在巴黎吃過的馬卡龍還好吃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喜歡這樣子口感的馬卡龍 但如果你們有機會來舊金山 或者你們吃過這家馬卡龍的話 我推薦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叫Chantelle Villon 應該是這樣吧 但我覺得大家會覺得有點偏甜 現在把車停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先去Nike 但是Nike好像有非常多人在談論 老婆待會見喔 掰掰 掰掰 掰掰阿媽 剛才我經過Nike的時候呢 門口有非常多人在派對 我本來以為這些人跟我一樣都是在拿他們買的東西 結果他們是在派Jordan 今天有新出的Jordan的鞋子 所以還好我不用派對 我買了一件背信 我買了一件背信 老婆你在哪裡啊 我在你媽媽卡是二樓 二樓 OK我先上來 掰掰 掰掰 大爺媽你覺得爸爸的衣服好看嗎 我帶走啊 我買了一件背信 看那邊 你媽媽卡看到 看那邊 有一點小 看那邊 有一點小 看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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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mas tree 你們大家覺得我今天外套好不好看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要買這個衣服 因為它的LOGO呢 是 復古的Nike LOGO 老婆 這是一隻忌凡西出的熊耶 老婆這隻熊是忌凡西出的耶 那你去看聖誕老人 你看 哇 是真的吧 它是真的嗎 它會動嗎 它應該會動喔 我摸摸它 好啊 爸爸你來摸 不會動嗎 不會動 老婆我們不是來拿衣服的嗎 拿完之後為什麼又開始逛街了呢 現在呢 我們要前往我們下一站 就是去拿我們的午餐 我老婆現在有點不爽 因為我剛才說她今天穿的不好看 就不是一個會 可以說謊 可以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好剪進去的 沒有什麼好拍的 Hallie emotional baby Hallie emotional baby Hallie emotional baby 那大家有問我的問題呢 都在留言下面 如果還想要繼續問的話 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回答兩個問題好了 第一個問題呢 是一個大方向的問題 就是其實很多人都想要知道 為什麼有太陽星座啊 月亮星座啊 上神星座 太陽呢 就像是你的本人 然後月亮就像你的影子一樣 所以其實你內心的一些 感覺啊 看法 都是會從月亮星座來呈現出來 那上身星座是什麼呢 上身星座呢 就是 上身星座呢 就是你想要表現給別人看的樣子 那這個樣子呢 就是 為什麼要突然拍我 那我就舉個例來說 像好了 俊俊老師是太陽師的獅子座 但其實並不是每個人都說 我很想獅子座 因為我的上身是雙子 那雙子的人呢 他們比較會注重於知識啊 語言這種方面 所以他們很愛講話 了解一些有趣的東西啊 如果你的上身是雙子的話 就是你給人家呈現出來 你想要呈現的樣子 所以這就是這三個不同的 太陽月亮的上身 所表達的東西 爸爸我可以吃那個紅色 因為今天是假日 會嗎 紅色的什麼 哦 Tic Tac嗎 對 然後我可以吃兩個嗎 OK 太陽星座就像是一個穿著衣服的 月亮呢就是代表脫光的 然後上身呢就是X光照出來的 第一個呢問到的就是牡羊座 那牡羊座呢我覺得男生跟女生不一樣 但是呢他們有個共通點 我覺得牡羊座的人都非常的重義氣 但是呢他們也都自尊性非常的高 牡羊男他們就是我覺得挑另外一半是有分很多不同的等級 他對女生的時候他知道這女生是 譬如說是做朋友的啊 或者是這個女生是要曖昧對象 或者這女生是認真的要交往 所以我覺得他們分得很清楚 但是我覺得他們一開始都會有股衝動 我覺得牡羊女也是的 可能熱戀起過了以後就會突然冷淡下來 這我覺得是他們的共通點 那牡羊女生呢我覺得他們在挑另外一半呢是非常的 高標準的也非常的挑剔 所以我覺得牡羊座的女生並不是那麼容易追 他會就是觀察你很久 然後才會知道說 欸今天這個人到底是不是 小心燙喔 這下面蠻燙的 OK 拿完外賣回家吃飯囉 老婆我買這麼好吃的螃蟹給你吃 你還要生氣嗎 不想跟你講 為什麼 因為你燙飯 但是這螃蟹很好吃耶 那等吃完了才決定要不要再繼續生氣 可以就是 不要這麼容易生氣嘛 我覺得你今天穿得很漂亮 我覺得你今天穿得很美 可以 可以嗎 whatever 告訴大家這裡呢 感覺 就是Arie出生的醫院 Erie 愛吃嗎 應該可以 但是感覺 我覺得就是像是番茄的口味 哇!Carnic noodle 這邊還有炸饅頭 炸饅頭 來,事實上要介紹一下嗎? 這是我們今天吃的新加坡style的螃蟹 我覺得這螃蟹很好吃,但是有點太辣了 但是好吃 嘿嘿 這是飯 吃完飯之後呢,我就要去準備今天晚上要做的那件事情 明天再告訴你們是什麼 說不定 叫做燃燭 說不定 叫做燃燭